曼入第30年的美国火人祭 今年首度有台湾团队参与 这个在内华达州的沙漠举行的艺术祭典 艺术家会打造大型的作品 然后最后用一把火熊熊的把它烧掉 台湾由艺术家肖青阳等人组成的团队 在现场就打造了七层楼高的莲花马祖神庙 搭配上宫庙文化的许愿囚签 洋溢着浓厚的台湾风格 灰扑扑的尘土飞扬 一尊妈祖塑像矗立在沙漠间 一间巨大的莲花妈祖神庙映入眼帘 夜幕低垂时 盘旋在庙顶的九只金属龙 喷出火焰照亮四周 这是由艺术家肖青阳等人所组成的团队 入选2015年美国火人祭的大型装置艺术 融合了亚洲文化跟台湾妈祖庙的特色 台湾团队在火人祭期间 把八祖庙搬到了沙漠里 而且所有的创意都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好 这是灰灰顶嘛 对对对 这些资金 收尾 市中尾 那倒起来到西匹 有没有 倒就这样 你要 只要有一百倍回去 绕一个圈圈 那就是属于八祖 像围墙又像个灯 那感觉说在晚上看的时候就很漂亮 这个整个都要装起来的话 分镜片给我两个礼拜的时间 这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把它注装好 太厉害了 台湾团队甚至让妈祖在沙漠里出巡 由于妈祖是海上神明 所以参与的人都要以大海万物为发想 女性头顶海螺身穿海带服 男生则裸身披上渔夫网 发挥创意吸引其他人的眼光 为了将宫庙文化带进沙漠 台湾团队也设计了职交等活动 还把签诗翻成英文 很多外国人觉得神明给的指示像诗一样美 你看他每个写的那个感情跟感觉 所以他有白话 但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充满那个诗意 会让你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 所以这个跟我们抽的诗签 是签诗留去的相机感觉 只是用外国人那个习惯来寫的 这个做起来真的是 很多外国人看起来非常非常感动 火人记聚集了各国参与者 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艺术创作 这点期间的生活方式 崇尚自由 尊重个体 许多人来沙漠里体验了另外一种的生活 这边所有的金钱都不能用 都要用交换的 分享的 所以这边有很多很多的 只要你穿得下的衣服 你都可以来交换 包括这个内衣裤 对 好像都不错 但是美国人的尺寸真的好大 火人记的重头戏 就是要把作品用熊熊烈火烧掉 完成一次疯狂的艺术祭典仪式 而且不留下任何痕迹 只为享受梦想实践的精彩一刻 这下集献肉 也是最好的 我只是看下 我也是 你 真的 我那么 我一个人 我 感谢观看